大家有沒有想一下學音樂可以有什麼用呢? 除了你說學會怎樣去玩一件樂器 利用這件樂器去玩一首自己喜歡的歌之外 我覺得學音樂要豐富到一個人的感情 有很多作曲家他們是因為那一刻他們的心境 或者是有某一種感覺 所以才寫到這麼多流傳這麼多百年的作品 Mozard的Clarina Concerto其實是屬於他很晚期的作品 寫完這首曲沒多久都不在 但是你聽他這首歌的時候 你是一點都感覺不到這個天才即將要離開 會不會是對天才來講 現實環境的不如意是不會影響到他的 G Major不是一個十分討好一個曲調 即是比較起D Major 比較起C Major、C Minor 好像開心又不是說很開心 譬如你想起C Major 你會想起Bethofen的Fifth Symphony Last Movement 那個開心都是很直接的 你是可以感覺到的 但是G Major不知為何硬是好像陷促 那你聽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會想怎樣的 但是我第一次聽Divogia的這首曲的時候 哇! Last Movement 我就覺得 是了 G Major 應該寫成這樣 其實到現在我都是 我在這裏拉的時候 我會起雞皮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你聽到某些樂曲 你很喜歡的時候 可能某一個片段 某一個轉折位 或者某一些和聲 和唱 然後你那一刻 你就會起雞皮 你聽這個Last Movement 你就會有這個感覺 那如果你想 是找一首很開心的歌 但是你又比較少聽的呢 那我很建議你聽一下 Divogia Symphony No.8 Last Movement 它會令你覺得 就是 你什麼不開心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雖然這些 作曲家已經離開了 離開人世很久了 百幾二百年了 但是當我再拉這些樂句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有 它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它一向就是在這裏 我覺得如果我們 玩音樂 學一件樂器 玩一首曲 是能夠 去到首歌裡面 你感覺到 你明白 那個作曲家去想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樂趣來的 我覺得好像沒有其他媒介 是可以有這個 這麼深的感覺 你會不會 你聽完音樂 如果幸好的話 在音樂廳外沒有一些 人唱歌在那裡騷擾你 你還在腦裡 你還在想著 剛才完結的時候 或者某幾個樂章 那個樂句 那個氣氛 那個感覺 離開音樂廳的時候 你為了刻意 讓那個旋律可以停留 在心裡面 久一點 你連電話都不看 希望可以唱一下 唱一下 唱一下 我其實現在都是 經常跟學生這樣說 你見到一個樂句 或者某一個音 你想 放什麼的感情下去 你想聽的人 他聽到這個和言 他們覺得怎樣 不是覺得準 還是不準 大聲 還是小聲 而是 他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或者覺得 嘩 好像 好像令他突然之間 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 很漂亮的 他很開心 很喜歡 這些曲 雖然你說 整天都會 拉到 但是 所謂整天 最多就是 一連一次 拉完這次之後 又不知道再隔幾多年 才會拉到 再拉到的時候 可能又不是指揮 又不是同一班同事 亦都不是同一班的觀眾 所以我覺得 是很 好像很老套 都是緣分來的 如果 你看到這條片 你亦都有看今晚這個concert 是 對 跟你在 YouTube這裡 打個招呼